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0万群人开赴乌克兰前线 中国出了环球时报 官媒几乎不反应 央视也是在新闻节目最后烈烈提及 中国的外交官连日来不断重生 对话 停火 法国费加罗报就此分析指出 面对克里姆林宫的和珅级 中共最高层忧郁不决 北京一直把自己包裹在中立的 其实对克里姆林宫有利的衣装里面 北京从来没有谴责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不过面对普京的和珅级 亚洲巨人担心发生飞来去效应 在纽约联大 中国外长王毅与俄罗斯路线稍稍拉开了距离 清乌战争爆发以来 第一次会晤乌克兰外长库尔巴 呼吁遵守各国领土完整 在克里姆林宫搬出核武威胁的同时 这位被视为颇具战狼作风的外长 与欧盟外交领袖伯雷尔会晤士涵重生 中国反对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些迹象反映北京面对盟友军事冒险主义 越来越大的担心 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石英宏称 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远离这场不断升级的战争 以及核威胁 分析人士指出 新沙皇的核恶杂 让迷恋稳定的北京 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格外忧虑 义近平毫不退缩地吞下了 二月二十四日的闪电战 此战开始三周前 他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与他的老朋友普京 达成了无上限的伙伴关系 但是七个月以后 中国的逐渐显露出了保留态度 在九月十五日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习近平与普京会晤中的气氛有所冷却 普京以祈求者的身份 公开承认习近平对乌克兰 有合理的疑问和关切 但是面对局势升级 习近平在走钢丝 他必须缩小普京引发的风险 又不能放过与美国在亚太地区 拉锯战中的一个关键的合作伙伴 《非加罗报》评论员 赫闹·瑞克克在中国厌倦了普京的战争一文认为 今天北京的中国已经厌倦了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 因为通过制裁和反制裁的螺旋式上升 这场战争有可能打破世界贸易的动力 并导致世界的政治技术风格 然而世界工厂希望继续向地球上的所有市场毫无阻碍的出口 首先是最具偿付能力的西方人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萨马尔汉表示 希望结束这场战争 在这一点上 印度总理莫迪也持同样的观点 不过要说中国改变了对俄罗斯的态度 此间观察人士也颇从怀疑 法国政治学院学者邦达兹对那些以为北京会放弃普京 不支持假公投的舆论发出了警告 他认为中国不说话 既不公开批评 也不公开支持俄罗斯 继续其实用的和投机主义的政治 一如俄罗斯2014年以假公投通病克里米亚时所采取的态度 中国的相对收缩并不意味着北京莫斯科轴星的结束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近来的事关表态只不过是语气上的细微差别 而不是根本分歧 习近平一直指望着联合普京对抗美国 这也解释了习近平为什么对俄罗斯受挫感到忧虑 习不会放弃克里姆林工 克里姆林工是对抗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专制盟友 也是宝贵的能源供应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检研究员潘瑞藩指出 西方有一种夸大中俄摩擦的倾向 在现实中 中国和俄罗斯村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西方 但是俄罗斯可能是失败的幽灵 正控扰着中国的红色战略家 因为这样的结果将是威权集团被削弱 假如出现导致普京下台的黑色局面 自家门口也难免出现政治不稳定 鉴于此 中国的一些强硬派正在争论 向克里姆林工送去其要求的武器 以报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不过 不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这是华盛顿对北京划定的一条红线 中国直到现在 还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跨越 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问分析 感谢发布黑茨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